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多部带播大剧竞争年度剧王,胡歌,赵丽颖的新剧都有报厢前置 大考核底线的热播,开启了大剧当道的时代 何为大剧?有两点要求 首先,题材上不能悬浮,要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让观众有共鸣 刘亮伦,观众看的是剧,不是MV,光有漂亮的脸蛋可不行 唯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能称得上市大剧 在往年,大剧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年也就出一两部 然而接下来,六部带播剧中就有四部正剧具有大剧前置 更是被视作能和人世间争夺年度剧王的作品 吴刚,吴月,胡歌,赵丽颖,王燕辉,黄磊,刘涛,西美娟,江山等一众深受观众喜爱的实力派演员将在待播正剧中上演演技的巅峰对决 快来看看都有哪些待播剧 TALK 6,追光者 主演,罗云熙,吴倩 类型,救援 播出平台,腾讯视频 看点,小赵莫生和小何以称合体 今年重庆的一场山火,让人看到了民间志愿者的力量 那张由志愿者在山上建立起来的灯火长城的照片,称得上是年度最佳 很多人都呼吁要把这件事拍成影视剧 而有一部类似题材的待播剧,就是追光者 这部剧讲的是罗云熙饰演的罗本在地震中找妹妹时,第一次见识到了公益救援队的力量,并深深为其折服 地震之后也加入其中,跟随其他人一起赶赴有需要的地方,并因此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吴倩饰演的女医生相恋 罗云熙和吴倩的再度合体,让人忍不住想起何以声肖莫里的小赵莫生和何以称 可能有人会觉得剧情看起来有点枯燥乏味,不用担心,因为这部剧的导演可是张同 白静廷和马思纯的《你是我的城池迎累救》是出自这位导演之手 他绝对有能力把看似枯燥的剧情拍得格外有趣 这部剧在拍摄时还有个小插曲,杀青荡日,罗云熙在拍摄一场被打的戏份时 被对手戏演员意外打伤了脸,最后更是进了医院 现在剧要开播了,让人忍不住想看看那场戏究竟是打得多逼真,竟然让演员都受伤了 TOP5,男风之我意 主演,诚意,张雨昕,复心复 类型,爱情 播出平台,优酷 看点,古早言情剧的味道,俗气却上头 如今的言情剧和十几年前的言情剧,是两个概念 现在的言情剧讲究为生活找点甜 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生活的美好而诞生的,所以又趁小甜剧 而当大家都在拍小甜剧的时候 男风之我意却反其道而行之,拍出了古早味 古早偶像剧有三宝 绝症,车祸,至不好 这部,男风之我意一下占两,预告一开场,就是男主出了车祸,瘫痪在床至不好 除了三宝外,这部剧还包含了所有偶像剧里可能出现的情感冲突 情侣因为误会形同陌路 豪门兄弟相争 准婆婆对儿子的女朋友充满敌意 光是看预告,就让人觉得这剧可看,上头 毕竟看了那么多清汤寡水的小甜剧,还真有点怀念重口味的古早偶像剧了 当然,如果你喜欢看小情侣撒糖,这部剧也能满足你 男生在雪天拉着女生大步走,两人相识着傻笑,小情侣间的互动简直不要太甜 女主喝醉酒后对男主撒娇,仿佛牵送衣上身,粉红色泡泡都要一出屏幕了 还有这种垫着对方的脚尖跳舞的戏码,也是浪漫满屋 总而言之,男风之我意就是一部集所有偶像剧要素于一体的作品 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点子,他都有 估计是因为过于包罗万象,所以这部剧也拥有一个庞大的编剧团 一共有六位编剧,其中很多都是新手,男风之我意是他们履历表上的第一部作品 新人编剧不知道会不会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惊喜 毕竟现在不管什么剧,都已经套路化了,所以这部剧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TALK 4,后浪 主演,吴刚,赵漏斯,江山,罗依州 类型,现代,都市 郭初平台,优酷 看点,667年魔医剑,写完剧本时还考了个中医药硕士 在中医越来越被重视的大环境下,后浪的到来可以说是恰逢其实 这部剧讲述的是吴刚饰演的中医药大学教授为了更好的推广中医 从学校辞职自己创立中医传承班 不论身份年龄,只要对中医感兴趣的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的故事 中医的传承这个话题绝对是新颖的 此前还未有影视剧聚焦这个话题 这部剧开机当天,吴刚还曾因为面部浮肿,表情不自然,被质疑脸部打了针 不过从预告来看,吴刚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把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演得活灵活现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十分强大 除了主演吴刚,赵露斯,罗伊周外,还有西美娟,江山,李光复等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戏骨 看演员阵容和题材就知道,这又是一部大剧预定 不过这些演员的风头都盖不过这部剧的编剧,六六 就是那个写出了双面胶,窝居,安家的六六 后浪是他七年磨一剑的作品 为了打磨剧本,他对中医做了大量的研究 虽然是半路出家,到了41岁才接触中医 但他在写剧本期间,却考了个中医要学的硕士学位 足见功夫下的有多深 等剧播出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剧是怎样将中医的理念传播到每个观众的心里 Top 3,公诉精英 主演,迪丽热巴,佟大为,高新 类型,公检法 播出平台,腾讯视频 看点,最高检出品必属精品 最近,晋东,陈毅,王晋松主演的底线正播的如火如荼 收视率不断创新高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要出手了 带来又一部大剧,公诉精英 这已经不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拍剧了 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等剧也都是出自最高检之手 质量之高,已有最高检出品必属精品的说法 这回的公诉精英延续了最高检一贯的风格 阵容强大,题材大胆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包括了迪丽热巴 佟大为,韩栋,高新,冯雷,沙宝亮 都是大家十分面熟的演员 故事带领观众从一起起案件中 去了解检察官的工作 这些案件都是聚焦时下最热门,关注度最高的案件 影片的导演是余丁,代表作是鸡毛飞上天 曾因为这部电影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的提名 实力不足 强大的制作班底,优秀的演员阵容 这部剧差步了 Talk 2,野蛮生长 主演,赵丽颖,欧豪,刘薇,王晋松,柯兰 类型,年代,创业 郭初平台,爱奇艺 看点,赵丽颖演大姐大,和刘薇再度杠上了 赵丽颖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偏小家必育型的女性 哪怕是机敏如明澜,倔强如幸福这样的角色 在她的演绎下,虽然都很成功地塑造了角色 但绝对和大女人不沾边 但在野蛮生长里,赵丽颖彻底颠覆了自己以往的形象 实实在在地引了一回大姐大 大的波浪卷,烈焰红唇,圆形耳环,妥妥的大女人扮相 许扮下这个角色绝不只是外表上大女人 骨子里更是大女人 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野的是我,一个野的,和其霸气 咱们大家一起干,必须我说了算 说话时还拿起切牛排的刀把盘子戳破了,气场满分 生气起来也不再是含蓄的表达,而是彻底撕破脸皮破口大骂 顾得不说,赵丽颖这回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这部剧不止赵丽颖出彩,衣众配角也很吸引人的眼球 刘威和赵丽颖从幸福到万家对峙到了野蛮生长 两人一敌一友,一个场景就把紧张的氛围拉满 王静松也一改往日儒雅的形象 饰演起一个会对女儿说要断绝妇女关系的失控的父亲 任宠和李光杰也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一个镜头就让人看出了饱满的情绪 能让演员们接二连三的突破自我 这部剧的导演不简单,查了才知道原来是傅东玉 也就是破冰行动,理想照耀中国的导演 他之前能指挥那么多老戏骨 这回自然也能很好调动演员的情绪 在看到野蛮生长的预告时 番家军觉得这部剧不管是化妆造型 还是演员们的突破 亦或者是所展示出来的戏剧冲突 都是顶级的 我相信,这部剧拥有竞争年度剧王的潜力 也一定能掀起一股收视热潮 野蛮生长的爆香都这么明显了 但还有一部剧的演员阵容可以说是强大到逆天了 Top 1 县尾大院 主演,胡歌,吴月,黄磊,刘涛,王燕辉 类型,现代 播出平台,腾讯视频 看点,众星云集,山海情2.0 丽娅野蛮生长,正是这部献力政剧献委大院 凭啥 凭导演和演员阵容还有大剧题材 这部剧是郑武阳光的剧 而且出自郑武挑大梁的导演孔生之手 孔生何许人 那可是拍出了父母爱情 战长沙狼牙榜山海情的人物 孔生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当初孔生拍山海情 大家都觉得扶贫剧也有人看吗 结果却拍出了一部年度剧王 如今孔生再度出手 这回可谓是在山海情的基础上再度升级 山海情请来了黄轩 张嘉义 严妮 姚晨 王凯 郭京飞 祖风 游勇志号称史上最豪华的电视剧《镇容》 如今 这个最豪华镇容称谓不保 因为县委大院里有胡歌 吴越 刘涛 黄磊 黄教 游勇志 张新成 刘军 万倩 王燕辉 刘浩然 故事讲的是胡歌饰演的美小哥 走马上任光明县县长 率领县委干部帮助百姓排忧解难 最终带领全县脱贫致富的故事 可能有人会问 胡歌能演好县长吗 毕竟他之前演的可都是侠士 间谍 没演过当官的啊 这可是他的首部县里证据 演得像不像 大家演县为实 就这个形象 讲话时一扬顿挫这样 还是像模像样的 不只是胡歌 剧里的其他人也都是一秒领导上身 五月之前在扫黑风暴里就演过干部 这气质不用多言 黄磊我还是蛮惊讶的 毕竟这几年 他沉浸于演油嘴滑舌的奶爸 不过这次 看这个样子 还是很像那么回事的 这部剧不管从哪方面看 都是有实力和人世间争议争今年巨王的宝座的 写在最后 纵观代播的这六部剧 除了前两部 剩余的四部都是偏严肃的题材 也就是我们往常所说的证据 大剧 以前大家听到证据就觉得索然无味 但最近几年 觉醒年代 山海情 人世界等多部剧的热播 让人对证据有了全新的认识 就目前来看 证据的剧本往往比其他剧更加精良 也能吸引更多的戏骨参演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出人意料 哪怕是年轻人也会被吸引 在这么多代播剧里 相信一定有一部能够打动你 敬请期待 锦心似玉是谭松韵三十岁生日 刘光如玉 明心刘 孟千丝万花 双引号 谭松韵 钟翰良主演的锦心似玉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谭松韵饰演嫔妃罗石娘 她是一个士族工具人 但她为人正直 善良 情商高 谭松韵的第一个大女主角色 摆脱了少女的标签 元气演员 荧幕中的小美好 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2007年 谭松韵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她的母亲总是帮她补习 她的演艺事业摇摇欲坠 旋风少女饰演少女小莹 她爱吴磊九岁的弟弟 谭松韵潜力很大 但开播后的人气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好 微微一笑很清诚饰演微微可爱的室友二喜 为了演这个角色 她长胖了 但在灯光下 她似乎有点透明 谭松韵的节目很火 谭松韵给人一种元气满满的感觉 给人一种甜美的视觉感 但似乎一直是个小小的点缀 顾光彩 三十年风雨兼程 2019年也是她的三十岁 是她的第二个转折点 两个人喜欢这部延迟两年的剧 演员们令人敬畏 谭松韵在水里泡了几个小时 拍了一段水下场景 展现了她的专业 三十岁的谭松韵在以家人之名 终毫无为何地变成了 二十一岁的宋威龙和二十五岁的张新成 她的兄弟们宠坏了李尖尖 她们说 我的父母欠我的兄弟们的债 她的母亲在一月份死于一场车祸 她三十年来最好的一年 也是她最艰难的一年 向往的生活人物在晚上讨论 谭松韵在节目中表示 希望能梦见妈妈 下辈子能做自己的女儿 好好疼爱她 说完她就哭了 尖尖是一个乐观积极的女孩 关心她的兄弟和父亲 幕后 一直在努力进取的谭松韵 希望以妈妈为荣的同时 还有治愈系角色尖尖的陪伴 做自己的体面 李尖尖和耿耿有着相似的特质 善良、单纯、透明、没有心机 但不傻不甜、但缺乏气场 她的第三次爆发是在2021年 在锦心四域中 她仍然拥有一张自然、无污染的脸 但她是一家以心为中心的女主人 适当的共鸣 谭松韵十五岁开始表演 二十多岁、三十多岁走红 谭松韵成为当红影视女演员 多年不温不火的配角 男主、女主谭松韵 2021年将面对她的体面 可爱既是她的强项 也是她的弱点 她很少有性格突破 但金光闪闪 强大的演员不受流量的限制 没错 谭松韵正在崛起的演技派 她说 自己的性格在日常生活里 其实会比较偏大女人 打破了刻板印象 她的作品证明了利与不利 不在于年龄 谭松韵六月生日 林更新为股下为傀儡捐了三千万 谭松韵是个笑容甜美的甜美少女 三十岁可以玩高中生 谭松韵之前的人气不高 但慢慢的变成了女主 演技天赋网络提升了她的资源 她获得了最好的我们最有前途的女演员 谭松韵在《狐狸的夏天》和锦衣之下成为收视女王 以家人之名和锦心似玉也是代表作 谭松韵的作品持续了两年 没有八卦是关于她的事业 和炯老师心疼 在最近播出的电视剧《请教我总监》中 观众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谭松韵 既能饰演甜宠剧中的萌妹子 又能饰演野蛮的玉姐 古代木偶戏的女主角 谭松韵的生日是5月31日 她发布了她的6月日程表来庆祝 合作者林更新给她寄了三千万 这是一种祝福 但非常真实 千万要幸福 千万要健康 千万要快乐谭松韵6月发表声明 行程应该包括与谭松韵的夏卫木偶 一起拍摄古木偶剧 上一字 谭松韵的顶级古装剧 是钟翰良主演的锦心似玉 谭松韵入组后 王凯将出演热播剧 最初 《向风而行》似乎很受欢迎 《向风而行》